今天拆除大队就进入了 要一一把这些违规的饭店都给拆掉 最先开到的就是明月湖民宿了 而为了要拆它附近的商圈 还得封街五天 大型机具进入后 吊车把拆除机器吊上民宿的顶楼 拆除大队准备拆房子 这栋九楼的民宿近临湖畔 视野相当好 但是还没有营业就夭折 因为它是违建 而且还屡劝不听 这栋原来合法的部分是四层楼 那已经卫章到九楼 为了拆它 日月潭一达少码头 商圈有三条街得封街五天 平时热热闹闹的 这下子店家都没生意了 因为是一想到生意 你看不着 看不着 不然我会穿什么都好 封街游客进不来 摊贩闲得发慌 参熟工程要五天 势必会卡到清明假期 店家损失不小 县府说一档上码头 具有三家民宿违建 拆完这家还会再接再厉 违法业者批不通人情 但是县府多年来辅导劝说无效 只好动用公权力 记者金哲生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